这里就是比安徽九华山肉身佛还要多的山西棉山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它们居然藏在海拔2000多米的上面 一座不起眼的小寺庙里面 肉身佛数量居多 堪称聚今为世界罕见 它们全身都是泥塑包裹 千百年来依然保存完好 整体的肌肉 骨骼 就连经脉都毫发无损 悄悄地告诉您 据说呀 里面有一尊的指甲到现在还在生长 观众墓子今天带大家进去看看 是什么样的高僧如此厉害 据说里面最出名的那一尊 最连唐太宗李世民当年对他都念念不忘 走吧 听到了吗 这就是上面的铃铛传出来的声音 是不是特别的好听呢 每逢庙会和吉日 在宇峰寺里许购院的闪然信女们 便会请来专业的人士挂灵还愿 相传在唐贞观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的三六八年 陕西大汉唐太宗李世民向高僧田智超求雨 果然瓢泊大雨 倾盘而至 旱灾解除 唐太宗未敢高僧解民倒玄之恩 特意命能工巧匠打造了一口铜铃 又于浓烈的三月时期 也就是田智超高僧承道的日子 在文武大臣的护送下赶往了绵山 请当地百姓来帮忙 将铜铃挂在报复崖的崖壁之上 从此报复崖挂灵还愿的习俗 世代相传 成为绵山一绝演戏至今 您看这么多密密麻麻的铃铛 得有多少人达成了心愿呀 现在大家可以在心中默念一个愿望 在这里 牧子也祝福大家能够心想事成 咱们此时此刻 可以把心想事成打在评论区 走 咱们赶紧去看看那位高僧吧 这古人真是不容易 当年修行的高僧 跟虔诚的相克呢想要上山 都要在呀这几个锁链上攀爬上去 据说一千多年来 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意外 真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信念 在支撑他们 给了他们这么大的勇气 可能人生呢就是一场修行 每个人呀都要在精力中成长 在困境中坚强 我们现在呢不用从这里上去 在前面有个栈道 在悬崖峭壁之上 据说胆子小的 别说上去了 看上一眼呢都会双腿发软 哇快看 这也太高了吧 上去还真需要足够的勇气 为了大家能够看到更加精彩的内容 欣赏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今天木子呀也豁出去了 咱们继续晚上趴吧 我的天哪 这双腿实在是发软 就是那种感觉 苏过电一样双腿发软 要是不为了让你们看这更好的风景 说啥我也不登这呀 因为孔高非常严重朋友们啊 他这个是在一个悬崖峭壁中间 修的一个栈道 大家快看一下 又高又险又峻的 害怕 但是咱还是继续走吧 不然的话 爬不上去 看不到更好的风景 走 哇终于上来了 站在最高处 下面足足有三百多米高 您看下面的行人呢 还没有一只蚂蚁大 所以说呢 真是太害怕了 果然是站的高 看的风景 它就是不一样 咱们继续往前走 穿过这条挂壁小道呢 就到了 大概也还要走上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我们走在这个路上 大家看一下 上面实在是太高了 但是呢 这都不算什么 咱们往下看 下面呢 就是万丈深渊 看到那个路没有 那个我是真的不敢走 就在前面 那座不起眼的 小寺庙里面 藏着十二尊肉身菩萨 咱们进来之后呀 您看 这十二尊呢 都是真身 他们是如何 历经千年 还能保存完好的呢 在那个动乱年代 寺院的僧人呀 都纷纷离去 留下了老方丈 在他离开之前呢 把那些真身 隐藏在了山洞里面 用树枝遮挡 洞口呢 用乱石封住 这一藏 就是七十多年 就是当年 鬼子来到这的时候呢 由于山高露斗 他们累的是筋疲力尽 这些金刚之身 才幸存下来 直到李金索 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发现了泥塑上的 泥苔松动 一整片都掉了下来 除去那个泥片之后 塑像的头骨呢 就露了出来 千年的金刚不坏之身 才重见天日 真相随后被公众于世 寺内的十二尊塑像 表面都是泥塑包裹 从脱落的泥皮 可以看到 陈旧的麻布僧袍 塑像的骨骼 经脉赫然呈现 他们的身材 有高的 有矮的 有胖的 有瘦的 容貌表情 就连眼神都栩栩如生 各不相同 甚至从外观就能看得出 他们每个人的大概年龄 他们历经千年 仍然保持 远界式的 原始状况 实属罕见呀 这里呢 一共是十二尊 还有三尊呀 在另一个洞里面 现在墓子呢 就带着你们 赶紧去看一看 唐太宗理市民 为什么对他念念不忘 咱们上来之后呀 您看 这位就是空王佛 田智超 他为汉人成佛第一人 也是绵山现存十五尊 真身舍立佛中 历史最为久远的一尊 旁边这两位呢 竟然是舅舅跟万尚的关系 在以前上山的铁锁链呢 竟然是他们修建的 实在是了不起呀 这位塔兰祖师的指甲 现在还清晰可见 据说作画的时候呢 他的指甲在一定时间 也还在继续生长 士怀德的真身脚骨呢 还依然裸露在外 在这里面呢 还有一位秀才 那么这十五位佛像 为何可以千年而不服呢 难道真的是因为佛法高深 修成了正果吗 当然不是 据说师父们在入灭前 僧人们都要打坐 通过壁骨 只吃野果和一种特殊的草药 一段时间后慢慢进食 一切食物呢都不吃了 仅仅呀饮用剩水 再经过一段时间呢 将体内的污秽物质呢 排泄干净后 逐渐减少饮水量 直至滴水不进 最后自然停止呼吸 使体内的有害物质和水分耗尽 缘机后 还会用烟熏干水分 并且消毒处理 就能够达到长期不腐不败 筋骨不断 身形不朽 灵气不散 最奇怪的是 还有一位幼童 圣儿龙雅被弃 就是这位是师贤 戒修人 后来被本寺的僧人 收为徒弟 逐渐恢复了语言的能力 在寺院练就了智雅的奇数 唐长庆四年 为本寺主持 会称二年元祭 据传有雅同祈祷 当时呢 其落泪承担 佛后雅会说话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定要心存善念 心存感恩 关注木子 带您走遍中国的大号河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